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單純 而且非常容易處理的事情 假設你今天要推動這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交換 那你就應該去跟議會裡面特別像 剛剛建昌議員特別講出 民進黨團有幾個 當時可能這個沒有投票或棄權的等等 你先找他們溝通嘛 或者先找這個民進黨團 國民黨團總之要溝通一下 然後大家達成公司 這個案子是很順利就可以通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柯P可能就是說 他根本也不把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看在眼裡 他覺得我幹嘛跟你溝通 我就做就對了 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一個民主的常態 不是說議會比較大 我從來就覺得說議會 議會絕對沒有比市府大 我們是在一個平等的一個對待 我們也從來不要求說 這個什麼市府要輔會和諧 輔會和諧就是民主最亂源 你知道輔會怎麼可以和諧 輔會是要互相尊重 那你有沒有達到互相尊重 那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那如果大家我們在民眾的利益 覺得說這個交易是可以 那當然就順利通過 那所以為什麼今天這案子 通過之後 會產生一些其他詐因 我覺得這個就是 市長領導力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要談一下就是說 其實立法院那一塊 其實他這個立法院那個 就本來是一個國小用地 他長期以來就是國小用地 他坦白講 目前這個立法院需要的 包括他附近的城抗等等 我覺得立法院設在那邊 確實是有必要考慮 是不是應該要簽建到其他地方 可是也因為長期以來 立法委員形象太差 你只要簽建 大家就罵你自肥 你都搞不好 你只想整天要簽建 所以也簽建不成 但是你實際上講 立法院在那個地方 你看光那個會館 分成好幾塊 青島一館二館三館 在外面 第一個違安也有問題 第二個 你每次像現在 台灣是越來越民主的國家 在這個地方 城抗四千那麼多 你對附近的開南 對附近的 那個台北商專 或者是成功中學等等 那個附近的學生 也造成很大的困擾 對 附近還有很多的住戶 你動不動在那邊抗爭 那個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是可以考慮說 是不是應該要有適度的一個簽建案 可是我要講第一個 立法委員形象太差 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個要簽建的過程 那我覺得那個市政府 就應該可以好好的來談 那塊地到底要怎麼樣做最有價值的利用 我舉個例子來講 立法院對面是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的前面 過去是舊的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 那個也是很精華的一塊地 那當時拆掉之後 也有人很多人說 那個地方應該要怎麼蓋大樓 蓋怎麼樣 可是我的感覺就是 你就維持那個地方 把它綠化就最好 其實我們台灣的很多都市空間 只要看到空地就想蓋建築物 可是大家都忽略 其實那麼多密集 人那麼多的地方 其實最缺少的是綠地空間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原本是美式一樁 可是因為溝通能力的不足 領導能力的缺乏 甚至現在我覺得 台北市政府跟議會互信不足 所以會造成這一件美式 反而變成是一個被人詬病的事情 好啦